歡迎觀看真觀點 我是真飛 最近發生了一件大事 雖然沒有大道在剛剛過去的機器峰會上 被各國首腦討論 但是大道驚動了國務院 國家安全委員會 等多個美國政府部門 在過去的一周內 美國政府高層多次舉行會議 專門研討此事 是什麼樣的事情呢 就是廣東台山核電廠潛在的放射性物質 洩漏風險 哇 你們是不是想起了曾經日本福島核事故 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事件 那絲絲縷縷的白煙從核反應堆中冒出 刺激著全世界人的神經 整天盯著天氣一暴的西向雲圖祈禱 核輻射千萬別乘風刮到自己跟前來 那麼如此說來 這廣東台山核電廠存在洩漏風險 這事恐怕和新冠疫情一樣令人擔憂吧 到底是怎麼回事 台山核電廠的洩漏風險到底有多大 美國又發現了哪些新的情況呢 我們先來簡單了解一下背景 從2018年開始 中國因為瘋狂的核電貌 正常運行的核電機組已經超過了日本 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法國的世界第三核電國 而台山核電是中法核資的大型核電站 其中中國廣核佔股70% 法國電力公司佔了30% 這個法國電力公司旗下的法馬通公司 又為台山核電提供技術支持 包括建設和運營 6月3日正是這個提供技術的法馬通公司 向美國能源部提交了一份 運營安全援助的申請 咦 為什麼要向美國求助呢 而且是運營安全方面的求助 難道是有什麼不安全的隱患出現了 還真是 法馬通公司向美國申請的是一項技術的豁免權 以便能使用美國技術來解決中國核電廠的問題 準確的來說就是它負責的台山核電廠的問題 而美國能批准這項技術的豁免申請 只有兩個理由 其中一個是出現了緊迫的放射性威脅 法馬通公司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而提出的申請 根據CNN的報導 申請中警告了美國官員說 這台山核反應堆正在洩露惰性氣體 插一嘴 這種由於核裂變而產生的氣態物質 是具有放射性的 如果從核反應堆中釋放 會使得周圍的環境都受到放射性的污染 那麼也就是說 台山核電廠出現了緊迫的放射性威脅 而這負責技術的法馬通公司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申請使用美國的技術 6月8日 法馬通公司再次與美國能源部聯繫 要求加速審理他們的申請 在這份加急的備忘錄中 法馬通公司透露了兩個關鍵信息 第一就是關於情況的緊急程度 這裡寫著 目前的形勢對於核電站和公眾 已經構成了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脅 本公司迫切的要求獲得許可 轉讓必要的技術數據 以使得台山核電站恢復正常的運轉 第二就是事情的來龍去脈 以及中國特色的處理方式 報案錄寫道 為了避免對周圍人群造成傷害 核電廠外的輻射的檢測值 需要穩定在一個安全的範圍內 那一旦廠外的輻射檢測值超過安全上限 那就需要關閉和反應堆了 本來這一個數值是與法國的安全標準齊平的 但是由於故障數量不斷增加 而中國安全機構核安全局又不想關閉核電廠 索性就把這限制的上限給改了 定在了標準釋放量的2倍以上 也就是說法國標準之下的危險排放 應該關閉核電廠的行為 在中國標準之下壓根就不是個事兒 這是一種很典型的中國特色式操作吧 管你安不安全 規定我來定啊 截至到5月30號 台山核電廠的廠外輻射檢測值 已經達到了修改之後的上限的90%了 也就是核輻射上限幾乎是法國安全線的2倍了 更可怕的是法馬通公司擔憂中國政府 為了不關閉核電廠還很可能會繼續上調安全上限 這樣對於工作人員和公眾造成的威脅就更大了 CNN的報導還透露 美國國務院自從6月8日得到了這封催促信後 就立即開始了政府內的跨部門研究 同時與法國中國政府接觸 美國能源部也批准了法馬通公司使用美國的技術 去解決台山核電廠的問題 講到這裏這件事的背景我們基本上看清楚了 那麽台山核電站到底有事沒事 法馬通拿到美國技術解決了洩漏問題了嗎 還會不會有影化呢 這些似乎都是無解的問題 但是我們就是要嘗試去探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首先最引起注意的就是牽扯其中的 美中法三方說法不一 而且疑點眾多 耐人尋味 先看法國方面 法馬通公司作為台山核電的技術支持 是最早聯繫美國能源部的一方 也應該是最了解台山核電真實情況的一方 可是蹊蹺的是 這家公司在台山核電 到底有沒有洩漏這個問題上 就像孫猴子的臉兒說變就變 怎麽說呢 6月8日之前 法馬通求助美國時的措施是非常緊急的 可是在14日昨天 法馬通通過法新社發布的消息 沒有透露任何具體的細節 只是說在對台山核電廠的一項運行參數提供支持 完全也沒有提及泄露 也沒有說明是在檢測哪一項運行參數 而且還普通說到 這一個正在檢測的參數屬於安全範圍 這意思就是 別擔心 而法馬通的母公司 法國電力集團昨天晚上也發消息 說集團是知道台山核電廠的1號機組內 有多性氣體濃度增加的事情 但是在反應堆中出現多性氣體是已知的現象 就是說 這屬於正常現象 可是濃度多少 是不是像CNN報的高於安全上限呢 集團說了 有放射性氣體 並不意味著會向周圍環境釋放 所以現階段 上無法說是事故 這法國方面 前後的說詞差別太大了 是吧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方面 在6月13號以前是一片歲月驚豪 也是意料之中的 到13號 台山核電廠所屬的中國廣核發布公報 說連續的檢測數據顯示 台山核電站及周圍環境指標正常 台山核電站1號機組處於滿功率運行狀態 2號機組已經按計劃完成大修 並於6月10號備忘成功 這裡有兩個細節 一個是大修 什麼樣的大修呢 使用的會不會就是從美國拿來的技術啊 第二 完成大修的是2號機組 可是法國方面說 出現正常洩漏的是1號機組 這兩邊的說法不一樣 可能又意味著什麼呢 昨天晚上新浪新聞發文 說CNN造謠中國核輻射威脅 背後還有真實原因 因為台山核電的大股東 用中國廣核上了美國制裁的黑名單 也就是說 任何來自美國核電行業的技術都不能轉移給中廣核 除非取得專門的豁免 這也就是為什麼台山核電廠的問題 需要法國公司來出面解決 那我們再來看看美國方面 根據CNN的報導 美國的評估結論是 台山核電廠尚未達到危險的級別 目前不會對中國公眾造成嚴重威脅 從這三方給出的信息 他們的態度的變化 再結合時間線 台山核電站在5月底爆出問題 6月3號 法國求助美國尋求獲得技術解決 6月8號 美國緊急處理 6月10號 中國台山核電廠完成大修 我覺得最有可能的一種情況就是 台山核電站確實出現過危機 而中國因為技術不夠 又被美國制裁 所以是無法自己解決的 而和中國廣核合作的法國的法馬通 也不能夠置危機於不顧 那真出現了什麼事 法國也是難自其就的 所以法國得出面求助於美國 而美國從法國那得到求助 說中國的核電廠有洩漏風險 而中國方面卻又沒有證實 是不是很奇怪啊 不過在經歷新冠疫情的掩蓋後 美國自然是在法國和中國中 會選擇更相信法國 於是豁免技術解決了問題 那如今問題已經解決 美國再通過媒體來爆出此事 一方面防止真出現了問題 美國能夠乾乾淨淨的 另一方面警告中共 核安全方面 你們注意點吧 所以對於這個問題 台山核電站到底有沒有風險 在這件事上已經有了答案了 可是是不是就代表著沒有隱患了呢 不 台山核電站還在施工時 法國當局以及多家媒體就警告 台山核電廠可能潛藏著巨大的洩漏輻射危險 2016年 法國核安全局發現 台山核電廠的陳建商 阿海法公司使用的反應爐壓力容器不及格 這容器的頂部和底部的碳含量 大幅超出法定標準的36% 這使得容器韌性不足 容易在極高溫度和壓力之下 產生淬裂 導致核泄漏 細心的朋友可能會問了 不是之前說陳建台山核電的是法馬通公司嗎 怎麼又來個阿海法呢 其實這兩家公司是同一個 只是名字變了 因為在2014年 阿海法公司把業務拆分了 重新命名 其中一個負責和反應爐設計和製造的 就是後來的法馬通 所以擦兩其實是一個公司 我們就統一叫法馬通好了 那麼法馬通的嚴重隱患 引起了法國當局的深入調查 結果沒想到這問題越滾越大 也遠遠比想像中的更加嚴峻 法馬通承認 自1965年起的51年時間裡 公司有400個組件的安全測試不當 包括有人為修改測試結果 使之看上去更加好看並達標 還有包括篩取不足的測試數據等等 當時英國的美日電訊報 更是直接用造假這個詞來形容這個事件 在法馬通的報告中還發現 這400個危險的組件有50個在法國核電廠中 另外350個不知去向 當時芬蘭和法國正在興建中的核電站 都是立即全面停工了 可是同樣使用法馬通組件的中國當局 卻完全無事 後來法國核安全局還特意到北京會議堂 嘗試推遲建設 但推遲沒多久又繼續開工了 因為台山的這個是世界上首個採用法國技術的 壓水式反應路核電廠 在2017年台山核電站也確實發現過 一號機組組件測試期間破裂的現象 香港資深工程師李廣德曾經警告 台山核電站所裝載的核輻射燃料量 是日本福島核電站的3倍 一旦發生大規模的核洩漏 勢必會波及附近7000平方公里的範圍 影響包括香港在內的5000多萬的人口 核能其實就和我們上幾期節目講的 生物武器是一樣的 是一個對人類幾乎沒有好處 但是有著大規模殺傷性的武器 周所周知 世界上曾經發生過的核洩漏事故 哪一次沒有給人類造成深重的創傷呢 最早是1979年發生在美國賓州三里島的核洩漏事故 一個閥門無法關閉 導致反應堆新溫度過高融化了一半 當時20萬人經濟撤離震驚了世界 卡特總統視察事故現場宣布 美國不會再建核電站了 從此以後美國確實也沒有再建造過一座核電站 是個災難級別很低的核事故 就已經使得美國人深感創痛 事後是花費了11年才完成核燃料碎血的回收 損毀的機房至今還處於嚴密封閉監控之中 拆除時間遙遙無期 1986年前蘇聯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 4號反應堆發生爆炸 當時8噸多的強輻射物質混合著炙熱的石墨殘片 和核燃料碎片澎湧而出 根據估算核洩漏事故後產生的放射污染 相當於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產生的放射污染的100倍 造成一個方圓30公里 總面積約3000平方公里的無人區 30年過去後仍然無法擺脫核事故的嚴重後果 當年的用來封閉核電產的石棺 已經無法阻止核污染水流入湖泊 烏克蘭也不得不吃巨資及全世界之力 建造另一個更加巨大的拱頂來包裹石棺 公社人員估計至少還需要100年的時間 才能談到安全不安全 而消除這場浩劫的影響最少都需要800年 現在如何防止放射性物質滲入地下水 保證300萬居民的飲水安全 成了烏克蘭政府當局的一個大難題 2011年 日本福島核電站也發生了洩漏事故 低震引起的海嘯造成了斷電 斷電造成冷卻棒停止工作 反應堆新 穩度失控 發生爆炸 日本政府和東電公司想盡了一切的辦法 也沒有辦法取出損毀的核燃料 除了不停的注水冷卻 別無塌方 日本向全世界徵求處理方案 至今都無人揭保 根據估計 福島核電站報廢至少要等到2050年以後 東電公司哀嘆 福島事故已經變成了一場 終點遙遠的馬拉松 一直擁護核能的德國總理默克爾 在福島核事故後也感言 即使是日本這樣的高科技國家都無法避免核電風險 如果政治家有這個認知就該負起責任 所以他毅然決定2022年前德國全面棄核 意大利 瑞士也隨後決定棄核 很明顯在科技最發達的西方世界 棄核已經成為了潮流了 簡而言之 今日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在逆流而上 它就是中國 據說切爾諾貝利事故20周年時 蘇共總書記戈巴切夫承認 這場事故是壓倒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 民動對政府產生了極度的不信任和幻滅感 對於我們來說 絕對不願意看到一場核事故 成為壓倒趙家的最後一根稻草 大家太過於昂貴了 不過這遍地的稻草 哪一根又不行呢? 好啦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吧 劇透一下 這期夠10萬 我們下期節目就是Q&A特別節目 有很多秘密要講給你們聽的 所以一定要記得訂閱真觀點 打開網友的小鈴鐺 第一時間觀看新的影片啦 感謝您觀看今天的真觀點 我是真飛 我們很快又再會啦 守住教室 跑步 明蘇年事物 亨 cia